大新聞大爆掛 訂閱靠大家 每日功課 開啟小鈴鐺 轉發補課 每天都要支持大新聞大爆掛 好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民黨的網軍操作有多厲害 有多神 不過說到網路這一塊 他也很熟 被稱為我們的數位大臣 而且是日本人多喜歡他 日本媒體直接吹捧他是 天才IT大臣唐鳳 唐鳳前陣子感覺沒聲心 對不對 無聲無息的 現在他又出手了 因為蘇貞昌找他救火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民眾確診 就是因為中央地方的通報系統 出現空窗 很多確診者 遲遲等不到地方政府通知 而釀成民怨 行政養孫昌在5月14號邀及唐鳳等人 研議解決之道 所以目前精進了後台系統通報流程 到時候整作業完成通知相關單位之後 就能夠大大縮短 確診者等待的空窗期 好 我們看到唐鳳 又是唐鳳 那唐鳳之前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大名鼎鼎的唐鳳 疫苗接種預約平台 結果被罵慘了 當機 簡訊十連制 簡訊十連制很多人說沒有意義啊 你花那8億 然後結果你最後在做疫調的時候 貝斯太大你那個派不上用場 那後來還是取消了嘛 好 三倍券 五倍券的預約平台 一上路就當機 好 那一直 所以感覺起來這個數位大臣唐鳳 那還召喚唐鳳壽啊等等的 那不知道這個就是讓他覺得唐鳳很神 但是有多神呢 那為什麼他東西每次出來一定會當 當機是必經之路 委員 在講唐鳳之前我就總結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想當網軍 大家去思考一下網軍 他們民進黨的網軍或他們的側翼 拿了錢 好幾百萬好幾千萬 一千四百五十萬 然後呢我來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當民進黨的網軍 你不小心栽跟斗被發現了 會被起訴會發生什麼事情 楊慧如當時這個關係機場的事情 他被判五路公署罪 罰六個月 追逾六個月 得疫科罰金十八萬 請問他賺了多少錢啊 十八萬對他說賺什麼不算什麼啊 包含呢我們去年在疫苗之亂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個林尾峰嘛對不對 當時呢5月二十 去年5月二十六號的時候被發現的時候 高檢署說要從速從延 要延辦 哇高檢署都出來講了 結果呢 6月二號之後被復訓之後他請回 我剛剛查詢 林尾峰起訴 我查不知道他被起訴了沒 那請問啊 他們做亂那麼多之後 也沒什麼問題啊 所以為什麼不當網軍我爽爽賺 我賺這麼多錢 人人都想當網軍啊 這樣惡劣的氣 惡劣的這個風氣 就是民進黨搞出來 那講講唐鳳 我先講啦 其實所有的 遇到這種資訊的問題 都找唐鳳 請問台灣的其他IT人才都死了嗎 就是台灣沒有其他的這種資訊科技人才 我們是IT大國耶 我們IT這個 這個立國耶 有多少的這種 科技新貴科技資訊的這種常才 都在台灣 結果呢 什麼事情遇到任何事情 都找唐鳳 剛剛先後有講嘛 簡訊實驗字 發展出來之後 現在告訴大家說不用用了 然後當時每個人掃也覺得很煩啊 掃了之後我要去資料庫裡面到資料 而且無意義啦 都沒有意義啊 然後再來呢 這個不管是五倍券或三倍券平台 上線之後 就卡住了嘛 包括疫苗預約平台也是卡住了嘛 那或者會說 哪個平台不卡 這平台就是這出來之後 只要一時的那個 資訊量太大 或太多人湧入之後 就會卡住很稀鬆平常嘛 你以為每一個平台都跟五月天演唱會一樣 那麼多人進去會卡 而且問題是 我們今天就是 借重你的長才 我們就認為說唐鳳啊 你是個 IT的天才 所以呢我相信你能創造出一個 不一樣的平台出來 讓大家可以順利的 不會卡 好好的把我們五倍券三倍券或我們疫苗預約到 結果也沒有嘛 所以今天唐鳳也卡的話 為什麼不 花少一點錢 請一個 一般的公司 對他請一般公司 我記得唐鳳那時候還委外給一般的資訊公司 去開發這平台 所以我們有很多其他人可以替代唐鳳嘛 但問題是 每次遇到這種資訊卡的時候 或資訊要調整的時候 我們都找唐鳳 就唐鳳我現在印象最深刻就是他那個 什麼唐鳳壽 唐鳳壽啊 唐鳳壽嘛 然後他說他教大家如何去綁 五倍券數位綁定嘛 我到現在對他那個廣告我只記得他一個人搖一搖 其他我都忘記了 成功的把他宣傳出來 但如何綁定所謂數位券 我根本不是透過他的那個 花了1.2億宣傳費 然後整個做了一個大內宣 然後了解如何綁定數位 然後回到今天這個事情呢 如果通報系統 他們中間有落差 到底我今天要問了 到底是中央跟地方通報系統出了問題 還是我們PCR的那個 篩解量能本來就不夠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 PCR篩解量的那個據點已經多開了 所以你採解量能目前看起來是OK的 有開始要紓緩這些排隊的人潮 但你回去之後回到那PCR檢驗室的時候 他那兩年其實是塞車的 那塞車之後他 檢驗出來的數據到底是 因為那個地方卡了還是因為 中央跟地方通報系統出問題 導致你PCR確定你的結果之後 沒辦法回去讓一般人民知道 我覺得這第一點大家去查清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的確 我有個選民 他就是 他老婆 就是確診了 然後在那一天早上掛急診的時候 當天做了PCR 然後他就想說那我要等那個確診的PCR 結果出來之後 我才可以去申請那個 居家隔離通知書 我可以做後續的事情 結果呢 等到隔天早上 他上了他健保快力通APP看到說 篩檢出來陽性確診的 快力通拿到 於是呢他要他想去那個醫院說 那我既然有PCR陽性的話 我想要 去請醫生幫我看診 他希望能開口不要 對 結果呢 跑去打開給醫院 因為說沒有 這個因為這個中央塞車啦 塞車所以他沒有下到醫院我 因為沒有拿到PCR陽性確診的這個 資訊 所以我沒辦法幫你看病 然後那時候他跑來找我 老實講 對方 對方是個這個六七十歲 這個老先生老太太 然後 我覺得他們可能有需要口不要的 這種可能性 所以他跟我講的時候 老實講我很心急 因為我知道那個口不要是 一開始的時候 叫他趕快醫生去看 你能不能使用 結果他就說那 他到底什麼時候才能看 他不知道跑來求助我 然後呢我就跑去問了這個 指揮中心跟衛福部 衛福部就說啊 的確像那樣能塞車 那我就說什麼時候 所以就叫你再等等 對 我等一下我去問衛福 衛福部那回我 他說可能一兩天吧 他們也沒把握 也說不準 對 但是大家知道 不同人的身體狀況不一樣 他可能很快的 可能半天可能一天 他的病情就急轉直降 你不知道 你可能身體狀況都不知道 所以大家希望在第一時間 趕快去看醫生 讓醫生去判斷我身體狀況如何 所以呢 還好 他隔天了之後 馬上更新 其他醫院跟他講說 喔 收到這個 指揮中心的PCR的這個確診通知了 那你終於可以來看 花了一天 那是他幸運花了一天 那請問有多少人 可能花了不止一天 才讓地方的醫院或他的診所 拿到這樣的確診通知之後 他才能去看醫生 所以 整個通報系統當然出現問題啦 但出現問題難道是今天大家才發現嗎 你是一個IT人才你都知道 他的資訊量大之後他就可能會卡住 那你後面頻寬跟你後面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大小你應該事先的去預測 去預知嗎 我每天確診的人數 不斷的大家 不斷的新增新增新增 或上好國外之後 你應該都知道 他的量能到哪裡嗎 你不事先去做 等到遇到問題了 好蘇貞昌監開了會 找了唐夢出來找個解決知道 就是把他的頻寬打寬而已嗎 文元可是你會不會覺得一定會亂上加亂的 今天喔 今天0加7上路了 可是我們覺得很恐怖 沒有配套 怎麼說呢 因為 標準是你打了三劑疫苗 以及快篩因 你就可以不用居家隔離 但是打三劑快篩因 怎麼查核 誰來做 兵哥這會不會又是醫護要做啊 哪有人可以做啊 所以最後是回到民眾身上 自己憑良心啊 我跟大家講 其實政府現在 第一個 就是 他根本沒打算管你們 你有沒有注意到 所謂的超前部署根本早就已經變成一個笑話 他幾乎每天都在改規定 有沒有注意到 甚至 他 0加7 昨天下午2點不是公佈嗎 到傍晚的時候他是不是又改 你也可以自己選擇3加4 對 請問一下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你們自己在發任何規定的時候 你們自己都不先想清楚了 可以幾個小時之後又再度改變 你見鬼了吧你 這個政府就要超前部就要有規劃 那就是丟給你啦 你自己決定啦 他根本就亂搞一通嘛 他用0加7的時候 等於完全幫保險業者解套 那一大堆民眾罵翻了 然後為了怕被罵 他就搞出一個叫3加4 你自己也選擇3加4啊 那就是你自己選擇的話那保險公司自己去處理 就你知道保險公司也很厲害 他馬上回什麼 3加4是 你故意要被隔離我不受理 你看不認 對啊我就不認啊 就這樣子啊 那保險公司其實現在 非常明白嘛 就跟金管會就跟政府是一路了嘛 政府所有的政策是為了這些財團在做事 他根本沒管我們這些小老百姓死活嘛 他只想到財團的利益嘛 所以才會出現這麼多荒腔走板的 這些東西嘛 什麼0加7什麼3加4 還要講你現在 台灣每天 表面上是增加6萬多的確診病 你實際上早就十幾萬了 我想3萬因為你跟我沒辦法測嘛 我才不相信 居然這幾天都會持平都6萬多 你相信我打死我都不相信 很明顯是 理論上是越來越多的嘛 可是為什麼台灣到6萬多左右就上不去了 因為你不測了嘛 就這麼簡單嘛 你的 我請教一下你的快篩能量最高不就到8 9萬 你有在往上 提升嗎沒有啊 22萬根本唬人啊 所以政府這所有的作為只會產生一件事情 以前 去年的時候很多人都在懷疑政府是不是在蓋牌 對 也就是你有確診你故意不講 或是你有一些東西故意不塞 還就不會確診 現在呢政府在逼你做一件事情叫自主蓋牌 你知道為什麼嗎 理由非常簡單 因為第一個今天我如果快篩出來了 我是不是要去排PCR 對 排PCR是不是很麻煩 因為我今天假設一快篩我陽線了 我不能 做大眾運輸系統我不能幹嘛 我想辦法找防疫建設防疫建設塞車 對我還先不管我身體有沒有不舒服 對 對 就是 光是弄這些你就 光要去排個PCR都排 都要等死了 然後呢排完PCR之後 請問一下政府要幫你做什麼 除非你是重症或是你年紀很大 不然的話回家 還不是一樣 差別在哪裡 他也不跟你一樣 叫你回家自己待著 那對絕大多數人來講 我一旦PCR確診的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 第一個我的生活會受到干擾 我的工作可能會受到干擾 然後我可能領不到薪水 然後我又沒有任何治療 請問一下 那你幹嘛去PCR 你幹嘛快篩 乾脆 我相信現在很多人 連篩都不想篩 因為製造麻煩 對啊 因為你製造麻煩之後 對自己的身體沒有任何幫助 賓哥你說到這其實連醫護都說他們都不篩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擔心這個醫療崩盤 所以已經有護理人員直接說了 因為他們大量確診 那最後為了不讓這個醫療崩盤 很多都不願意快篩 今天在記者會上 記者有問到陳時中這個問題 好那就說 那因為 醫護也不願意快篩 還有現在就是確診者照顧確診者的情況 陳時中居然回說 沒有篩 就沒有確診 是啊 然後我還問了一下說 我說他在說什麼 他們說他就是這樣說的啊 他就是這樣說 他實際上昨天就已經這樣說了 他昨天已經說 因為有記者昨天問他說 如果出現發燒咳嗽的症狀呢 然後你知道陳時中怎麼回答 他說 你也可以篩也可以不篩 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他的意思已經擺得非常明了 就是叫你能不篩就不篩 我管你有沒有確診 反正你不要來反我就對了 就這個意思啊 你最好 最好確診就自己待在家裡 你就不要 因為你一旦確診我就有一個數據 數據難看 然後我如果沒照顧你又變得不對 最好你都不要篩這家自生自滅 陳時中的意思就是這樣 擺明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政府 整個全部都在推責任啊 經管會 昨天不是在跳出來講說嗎 說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當初不是我們叫保險業者去 訂這些保險方案的喔 跟我經管會沒有關係 結果你知道他解釋是什麼嗎 他解釋 他自己寫的解釋喔 他說因為當初政府 推了很多紓困方案 那政府的 裁員大概已經開始潰乏了 所以他就找了這些保險公司來研究 研究什麼呢 看是不是能夠用其他保險方案的方式 幫中小企業紓困 那請問一下 這不就是你經管要教人家做的嗎 對啊 那還有什麼好講 你自己的解釋都已經證明了 就是你經管會幹 結果今天他們居然還厚著臉迷出來講說 你們外界誤解了解讀錯誤喔 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那請你解釋一下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政府 整個噁心道的極致 那我再補充 陳時中也講了 保險歸保險 防疫歸防疫 一扯在一起是不好的 防疫受到保單干擾 行政增加很多負擔 沒有為把保險公司的立場 放在防疫政策裡面 鬼扯 他就是把辦公司的立場放在防疫政策裡頭 你要辦這0加7怎麼出來的啊 就急著要上 因為很簡單嘛 你知道他說 他這樣子還講了一個什麼東西你知道 因為我要去請領保險 我是不是要你給我確診證明書 要啊 那他現在說不要因為 保險的東西來干擾防疫 就是我鋸個證明書我也不開給你了 對 你就申請不了了嗎 沒辦法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王必勝講那什麼鬼話 他說當初沒想到居然一個保險讓 PCR整個破功 我聽你個鬼 你應該去考慮到為什麼你的PCR能量會不足吧 你在那邊唬爛22萬 唬爛了好幾個月 結果咧 一出來才8 9萬你就破功了 是你自己根本沒有做到你承諾的事情 跟保險沒有關係啊 那保險唯一的問題就是這些保險公司不想賠這個錢啊 你們整個政府在幫他掩護而已啊 不就是這樣嗎 你真的把大家當傻瓜嗎 所以我今天必須講 如果今天這一次的事情讓保險公司就這樣混過去了 讓金管會就這樣混過去了 那台灣人民你們就看著好了 以後整個政府保證把你們當韭菜 我高興叫你怎樣就怎樣 你死定了你沒有得深淵 因為我的法令隨時都可以改 我還可以回溯既往 我隨時都變 只要一旦對我不利我就把他變了 你們反抗的餘地都沒有 你們願意做這樣的人嗎 如果你們願意就這樣的話 大家繼續獲心你下去 如果不願意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大家要對富邦要對國債要對第一 要對這一次 擅自更改契約 不願意理賠的廠商 我們要做出制裁 還要對金管會 發出抗議 不這樣做的話 台灣人民以後永遠被當韭菜哥 對不過賓哥我問你 除了這個防疫險這件事情 其實 重點是疫情啊 因為 醫生還有專家都說 0加7 算是邁向流感化的 必經之路 必經階段 但這個時候因為疫情高峰 放寬這個居格條件染疫人數勢必暴增 那意思就是說呢 你會快速的擴散 那會不會導致重症增加 那一旦重症增加 是不是就更加的加速醫療體系崩潰 這是很正常啊 但是問題 我跟你講在台灣不會發生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 他永遠會告訴你 空床數都是夠的 沒有不夠啊 反正 今天台北不夠了 我就把高雄拿來給你相加 然後如果年高雄也不夠了 我把花蓮拿來給你相加 反正總會有 有多的床嘛 所以永遠他都夠 數字上永遠都夠 數字是夠 可是你真正要轉院就送進去 然後還有跟他有另外一招啊 就是 你這些死的人是你自己有病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每天喔 這個政府每天 他在講那些確診死亡的人喔 每天他一定會告訴你一件事什麼事 哪幾個有慢性病 會 以前就是這樣子 你看今天38個 他有37個有慢性病死 什麼東西 他就故意這樣的啊 所以他一直不斷在強調洗腦告訴你的事情 都不甘政府的事 是你自己有病你自己該死 不要扯到我頭上 意思就是這樣非常明確啊 所以他就用這種方式去推卸他自己的責任啊 那所以他永遠天下無敵 因為所有事情都不甘他的事 那我也不知道 如果什麼事情都不甘他的事 為什麼要他來當這個官 為什麼他來做這事 為什麼他要領這個薪水 我們真的是一群250一群盤子 好那另外還有在學校的部分 我們知道因為老師是0加7 但學生不行嘛 國高中生因為沒有打滿3劑疫苗 不適用0加7的居隔措施 可是這個 家長怕爆了呀好不好 就學生家長很擔心啊 就要求說你老師是不是要回到3加4啊 那這個部分其實 怎麼辦啊 這個淑慧 其實我覺得現在最重要 不是現在最重要 趕快決定要不要停課 尤其是我們從中央到地方 通通預估 下個禮拜會是洪峰期 所以要先暫停停課兩週避風頭嗎 本來就應該要這樣 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我光是統計台北市的資料 因為中央不肯公佈 那我就去調台北市的所知 台北市現在 全部全部年齡層的確診人口裡面 有六分之一 是高中以下的小朋友 高中以下的小朋友 他可能都比那些上班族 說不定還要多了 為什麼 因為小朋友都是群聚的 對 吃喝都在這個班上裡面 再加上如果之後 天氣熱一點點的時候 教室開冷氣 窗戶還關起來 這幾天還好天氣是涼的 然後裡面 12歲以下的是沒有打疫苗的 我光是去調閱資料 從4月28日到5月10號 就12天 台北市高中以下的學生 不包括老師 學生確診人數 12天就破1萬人 12天1萬人 然後增加的速度越來越快 下一個1萬人 可能8天就破1萬人了 不斷的再翻倍又翻倍 而其中6成 6成都是國小 國小跟幼兒園 為什麼 因為國小跟幼兒園 他們毫無防護力 他們沒有打疫苗 再加上就是小孩子 你家好好的戴著口罩 不要去玩 不要去互相接觸 怎麼可能呢 這個東西你現在再去追究說 就是你政府 為什麼兒童疫苗不給 是啊你罵歸罵 我們小孩子的健康 你還是要顧啊 所以你教育部 現在還不停課 到底是為了什麼 教育部 讓各縣市的教育局 自己去決定 各縣市的教育局 又不敢承擔責任 說哎呀有家長還會抗議說 那我們就要有 分一個人在家裡待 現在越來踢皮球 陳日中說 學校怎麼停課 怎麼上課 都是他們自己管理 不要逾越我們的原則 學校當然有管理的 彈性存在 昨天教育部 才發了一個 廢話廢話加廢話的聲明 只是重點在最後一句說 我們還是聽從指揮中心的指導 昨天 然後我就說 我跟你保證 指揮中心又往下去推給學校 果不其然 這些官員的官樣 我們其實都知道 就是那個死樣子 那請問一下 各個學校怎麼決定 我告訴大家 各個學校怎麼決定 就是等到校園確診嚴重了 個案數增加了 好吧 那我們不得不停課 我們的停課是為了預防 感染擴大 對 不是要感染擴大以後 被迫性停課 我們是要做的是預防性停課 而不是被迫性 是誰讓兒童疫苗 遲遲無法開打的 是你政府 是你民進黨 然後是誰讓校園確診人數 一直增加的 也是你民進黨 是誰讓基隆一個兩歲小孩子 找不到病房 然後最後不幸過世 也是你民進黨 就像昨天林毅潔說的 會有報應的 會有報應的 淑慧因為現在對很多家長來講 真的是這樣 頭很痛好不好 就是停課 真的是無限回圈 你每天就是這樣 然後 老師說東西書包都要帶回家 因為你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來 好那 大家都累垮了 據說有些 學校校長自己都要來帶課 沒人啊 對 其實我辦公室的 這個同仁 他們的小朋友 他就是 上課 沒幾天 班上有人確診了 隔離 又回來隔離 對 然後好不容易等了 等了幾天要隔離完 又要回去上課 又一天又回來停課 你與其這樣反反覆覆的 你為什麼不做一個政策決定 如果我們政府預估疫情 可以預估說下禮拜是高峰期 那你就先停這兩個禮拜 會怎麼樣呢 要不然你有種就怎麼樣 你每一天給我公佈校園的確診人數 你不敢嘛 我今天就跟台北市政府說 我告訴你 你要你不停課 你就每天給我公佈人數 讓那些家長去做公道博 就是 你怕不怕 家長怕不怕 對不對 你不要一直說家長抗議嘛 你把確診人數公佈出來 我不相信家長顧工作 不顧小孩子的健康 那是你們政府官員為了卸責 還卸責到家長 指揮中心卸責到 各個學校去 各個學校再去卸責到家長 是家長抗議 我覺得這個對家長來說 真的是很不公平 因為我所接觸到的家長 都是希望 可不可以暫停停課 你以為打了疫苗就好了嗎 我們今天還有官員說什麼 他說 現在不要停課了 現在我們正在給國小生打疫苗 我就跟他講說 你以為邊打疫苗邊感染就會比較好 是不是 你以為打了疫苗以後 一針打下去 他的抗體就馬上出來了 是不是 我們現在新冠疫苗都是第2劑 才有足夠的抗體 第1劑打了也要14天 你現在停課讓他有一個14天的時間 抗體 產生一點點抗體 到底有什麼不好呢 我告訴大家 只要台灣再繼續發生小朋友 出現中重症 這個政府就要垮台了 這個政府就應該去被罰辦了 我們大人可以 可以接受我們自己確診 然後自己很痛苦 我們沒有辦法去接受我們的小朋友 被這個政府耽誤了 對 而且大家都很擔心 這一波這個0加7 會不會讓疫情暴衝 如果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再改回3加4 陳信聰說政策在改變的可能性不高 他說有新的變化 加延或放鬆 有變化的話會做一些 滾動式調整 所以呢對於這個0加7 台北市長柯文哲說不管是3加4 0加7 必須要靠的就是國民的道德素質 如果是密切接觸者不要跟他人吃飯 聚餐又有良心 如果要靠這個政府的公權力來執行 現階段很有困難 的確很多這密切接觸者就說不管是幾加幾 其實呢就是良心加自律 都是完全都是小明自己處理了 你要憑良心啊 我覺得這個道德良心 先拿剛剛的保險業來講 今天保險業不讓這個 打3G疫苗選3加4 因為你這樣就不能賠錢 因為他就說你這樣故意要把自己隔離 我先問一下 如果你今天 你身邊有個確診者 然後你在旁邊是密切接觸者 你會不會擔心 不小心也是可能懶意的 然後把這個病毒送給別人 會嗎 所以如果基於這樣我選擇3加4 我不是比較有道德嗎 雖然我這樣子道德在保險業者 也就變成不道德 因為我就是想要領保險費 那請問呢 我當初跟你簽約的時候 我簽到你有說這隔離要補助你這保險費的話 難道是 是為了為了就是 補貼我在隔離的時候的一些損失嗎 這當時保險會寫得很明文嗎 就你這個時候告訴大家 說告訴我們說我要改變條件 因為你是不道德 請問到底哪個是道德哪個不道德 還是 一切都是民進黨政府所有的事 所以我覺得今天靠大家自律好 我覺得真的是 一樣嘛 自主應變自生自滅嘛 都是這樣子嘛 大家就到最後 我不需要政府了嘛 今天回到0加7 當然不會回頭 0加7的意思就是讓大家說你各自去吧 你到整個社會中擁抱病毒吧 每個人就像教堂說的一樣嘛 你自己去得病毒知道得天然第四劑一樣 天然的疫苗 難道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0加7 我來跟各位講 我們看到 韓國 日本 很多其他國家 其實過去都經歷過疫情的洪峰 然後政府就說他們當初也是與病毒共存 但當時他們做的事情不一樣 他們盡量去控管 公共場所的人數 包含日本當時把居酒屋關掉 包含韓國把夜店關掉 他們把夜生活都禁止了 甚至在許多公共場所他都有限制人數 那請問 台灣現在的公共場所哪裡有限制 沒有完全沒有 大家就跟自然一樣 講到0加7加7的這個過程當中 你不能去做公共運輸 大宗運輸工具 請問如果你真的去在這個 自主檢疫期間的時候 你真的去做 公共 大宗運輸工具的話 請問有人會發現嗎 不會嘛 所以 其實好 所以真的要憑良心 真的要憑良心 真的要自律 但是問題是 你政府還是有些手段 其他國家是把這個 營業長時間把它 把它禁止 讓他比較有夜生活讓人群們 比較少的在外面流動 目的是什麼 因為他們怕 一時間感染太多人之後 會造成一兩兩人的一個負荷 但台灣現在不是啊 台灣現在就是 開放嘛 然後每天告訴你空床樹嘛 空床樹剛剛兵哥也有講到 不管是 空床樹可能是放在那邊 可能是南部的有空床樹 也有可能是空床樹放在那邊 是因為沒有 護理人員 可以去照顧他 所以他們進不去 我要跟各位講我們過去 在還沒疫情期間的時候 我們在立法院最常遇到的事情就是什麼 瞧病床 很多人說我要進這個病房 為什麼我在急診室等不到 在還沒有疫情的時候 其實醫院的那個量能就已經 接近負載了 很多病床是進不去了 那你現在告訴我說 醫院一起請來每天都6萬多 6萬多 結果我現在病床 還有快 將近一半的那個專責的病房 是空出來的 是病床空出來 我老實講我不太相信 我覺得根本就進不去嘛 如果今天真的進得去的話 其實每個人他確診之後 他應該很順利的 然後被醫生判斷之後 他就可以進入到專責病房 就不會有醫療輪球的事情 那過去那幾個案例到底怎麼發生的 我覺得政府都在做數字美化工具 最後最後我講一個事情 剛剛講那個會考那個 教育部的這個 停課的事情 這樣很亂喔 現在一個學校 他可能是 小學生他可能是 這個九宮格的 他這個要在家裡上課 所以一個班級會發生說有部分的學生在 現場上課 有部分學生在視訊上課 所以老師一方面要管視訊前面的人 一方面要管現場的人 老師分身法術 那有些學校是 部分班級的課 有些學校是全部 整校停課 結果我昨天 遇到一個學民跟我講說 他說可不可以管一管 他說國中好 下禮拜就會考 那會考呢 他的這個國中的這個姐姐呢 他現在他們全校已經停課了 他就專精準備下禮拜會考 但問題是他這個小孩子 他這個美媒 國小美媒 他們沒有停課 所以大家知道現在的小學生裡面 確診人數最高的其實就是國小小學生 兩萬八千多人 所以確診案例最多就在國小這個這個層級 所以他就說如果今天小學不停課的話 小學生的活動力很強 他會不會 不小心在家在學校也不小心懶意之後 帶回去影響他他姐姐 他就覺得說很亂啊 姐姐在家裡上課 然後小 然後美媒又在學校上課 然後就會 這樣子不斷的有兩面不同 他也不知道該怎麼照顧 家長覺得無法無一適從 所以委員現在整個的民意沸騰的情況之下 然後反正指揮中英 陳時中他也是一副 就是我們要大家擁抱病毒啦 就是這樣啊 政策不會改回去了 因為他急著要選嘛 所以病哥 這個蔡其昌直接 講得很直白啦 陳時中一定會選 不是選台北 就是新北 而且台北的機率高 我覺得蔡其昌 應該要自信一點 就直接講 陳時中會選台北就好 比如在那邊還有兩個拆一個 他除了台北沒有別的會選啊 因為新北 蘇貞昌共不會讓他選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 那 陳時中本來這一步 就是按照計畫的往 選舉之路邁進嘛 所以他現在要把握這個時間 趕快利空出境 是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你都已經 公佈0加7了 基本上就是放推了 那基本上放推了 我想請教一下大家 這個防疫指揮中心 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 已經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啦 他還是撐著撐在那邊啊 沒有 因為他現在要找一個好的 名稱跟好的時機 轉身下台 因為他走得漂亮 他不能走得難看嘛 因為你如果現在 東一下結束的話 大家覺得說 因為你擋不住疫情了 所以被趕下台 那種感覺就非常差 對他選舉不利 所以他找一個 漂亮的時機點 來華麗轉身下台 可是問題是在我看 這個時機點 目前看到會不會很 看不到啊 目前 會我跟你講會看得到的為什麼呢 其實 因為現在 我剛講的 因為你現在等於叫人民自主蓋牌 因為我找你政府也沒用 我告訴你我確實也沒用 反正 你都不給我任何處理 所以慢慢的就越來越多人 不願意去快篩 不願意去PCR 然後數字就可能下來 數字會下降 數字會下降到一定的程度了之後 然後因為每天死那麼多人嘛 大家習慣 習慣了之後 哎 這時候陳志仁可以告訴你 我階段新的完成 我們台灣又打了漂亮的一仗 我們全世界世界No.1 我們把病毒擋下來了 好放爆 所以陳志仁圓滿完成任務 蔡英文就可以宣布 防疫指揮中英解散 然後陳志仁就華麗轉身去選 台北市長 不然的話我說真的 現在防疫指揮中英 沒有任何存在的必要性 而且問題是這波疫情真的對他沒有影響嗎 對他的選情不會有影響嗎 我覺得會有影響 但是民進黨非常善於用宣傳 而且台灣人又非常驚於腦非常健忘 很快就忘記 你要知道現在 現在這個時間 跟到年底11月多的時候 去選舉就是兩回事 可能很多人馬上就忘記了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他來選 我也想看看 台北市民到年底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讓我看看大家是真的討厭 陳志仁還是真的喜歡陳志仁 我非常拭目以待 好因為你知道現在真的是民怨沸騰啊 剛剛其實賓哥已經發火過一波了 就是關於這個保險的部分 來看到 這個關於這一次 金管會 金管會的Google Map 變成挺富邦輸不起 被惡搞被哭手啦 這樣 那這個民黨 立委高嘉瑜也說 你不選 0加7 選3加4 也不會賠啊 所以現在打3G變成是懲罰是不是 他說這幾天這個 金管黃天目主委口口聲聲說 只要符合理賠條件 一定拿得到理賠金 這是最大的笑話假消息 因為就算你符合了理賠條件 一樣拿不到理賠金 保險公司不賠的理由白白走 中心思想就是能不賠 就不賠 現在0加7新智上路 保險業者揚言 打3G選3加4居家隔離 也是 自願隔離 所以不賠 難怪王病勝說保險造成了PCR之亂 打破了防疫佈局 現在保險公司眼裡打3G也是不賠的理由 打3G竟然變成對 保護的懲罰 蘇惠 我是覺得 我們立法院通過的決議 或是說法案 有至高的決定權 所以 我真的希望說立法院裡面的立委 不管是高委員或是其他委員 也有開記者會去 抨擊保險業 立法院是不是能夠做出決議 要求說金管會必須 去督促保險公司來賠 要不然就一天到晚把金管會抓到 立法院去專案報告 對 我覺得這個會比 這個開記者會 更有強制性 因為立法院的權力非常大 立法委員權力非常大 我覺得今天保險公司的心態 我們當然可以理解 就是他希望 只想賺錢 他不想賠 他想減少他的虧損 但是這個不是 保險 保險 保險就是一種賭博 你知道嗎 是誰 是 是誰會 承擔這個風險 是誰拿到這個保險 他就是一個賭博 會不會發生的 這個風險概算 那他去年賺那麼多怎麼沒講 你不能夠說我只要賺 不要賠 這個是一個 很荒謬 人家說的 擲賭博 大家知不知道我其實有 保險業務員的證照 所以我知道 每一單 每一張保單 都推出 沒人知道 對 我以前很喜歡考各式各樣的證照 每一張保單 他在推出之前 他都必須要經過財政部保險師 或者是金管會的去審核 他保險的產品內容跟條款 所以現在推出來的市面的防疫險 我告訴大家 那是業者跟政府共同背書的內容 如果今天政府 如果民進黨這些了不起 體貼人心的這些官員 可憐保險業這些金控財團的話 你政府跟他一起賠 你政府跟他一起賠 你們要賊出錢我都不管 可是投保的人 他就是要拿到錢才對 不是這樣嗎 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人會去投保這個防疫險 很多就是勞工朋友 尤其是做服務業的 像我的那個計程車司機 他就一定要買 他說萬一他們一停工 他就沒收入了 很多就是這一樣 就是手停 就口就停的 這些勞工業者 他為了要怕說 不要我一被居隔以後 我家庭的收入來源 全部沒有了 所以他才會去有這個風險意識 就繼續投保 結果你今天把他的這個希望 整個給拿掉了 只因為你說我不想虧錢 說真的 你保費前選不退還再說 你為什麼不退保費 對不對 你不想賠 你又不承認這個條款 然後你又不退保費 你就是保費 那所以繳保費的人 是潘娜就對了 是凱子就對了 600萬張保單 代表說600萬個勞工朋友 他有風險意識 他沒有要你政府照顧我 如果我被居隔沒有收入的話 我知道你政府不會照顧我 不會給我薪水 那我自己去投保可以了吧 是不是 這個保費也是我自己繳的 然後你現在政府 你不幫他也就算了 你給我弄一大堆條件門檻 去擋 甚至你把整個居隔政策都取消掉了 對 那一天說考慮 變成0加7的時候 我就馬上寫臉書說 唯一的目的 幫保險公司解套 唯一的目的 我告訴大家 這絕對不是為了疫情管理 因為 三劑會不會突破 多的是 同住家人確診比例多高 超過五成 差不多到六成了 對 你等於把 這麼高的風險 轉嫁給我們公眾來承擔 只為了去減少 保險公司他承擔了風險 這個是不要人命草菅人命的一種作為 錢歸錢命歸命 是你政府把錢跟命綁在一起搞的 然後你現在跟我們講說 保險歸保險 防疫歸防疫 不要扯在一起 今天保險公司為什麼敢這樣搞 為什麼政府敢這樣搞 因為他覺得 你們每一個保護都是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而已 就是散兵游泳 你不會為了1000塊來跟我打官司 你怎麼打得贏我呢 對不對 政府盤算過了 當然 保險業者也盤算過了 今天就是沒有人 會出來幫他做一個集體訴訟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 消機會願意出來帶頭 請律師 打集體訴訟的話 只要1萬個人來加入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家保險公司就倒了 這家保險公司就倒了 可是他就是吃定 我們沒有人會做這些事 所以我真的希望 立法院 這些立委們 我不相信 有哪一個人敢站在保險業那一邊 這些立委們 不管藍綠 在這個時候一定是站在保護這邊 除非你不選 所以立法院你就去通過決議 你就通過決議 要求保險業者 必須要履約 對維園我覺得這種感覺就是 小民百姓被欺負 被財團欺負 然後政府幫財團 沒錯 防疫保單剛推出的時候 那時候是Alpha跟Delta病毒 那時候整個染疫率跟 染疫率其實沒那麼高 所以他們經過計算 經算之後發現 全民去買保單之後 他們可以賺錢 而且去年真的賺保保 賺保保 因為去年老實說 其實台灣疫情的控制蠻好 而且他的傳染力沒有像是Omicron那麼大 所以Omicron的確變種 的確是這些金融公司沒想到的 但我覺得今天大家邏輯很奇怪 今天的確 這樣子發生到大規模賠償之後 的確這個保險公司可能會有財務的問題 他也有可能會有倒閉的問題 但問題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跟你買保單 那時候你不能說 你今天經算之後 發現你們能賺錢就一直賣 然後等到發現說今天不能賺錢 甚至會虧本之後 就一直設各個不同條件來卡我們 改遊戲規則 我們買的保險是要保護我們自己 是給我們生活有個保障 我們保險不是拿來買 讓你隨便改變遊戲規則 我們一個貧窮的人 我們一個平常的人 去買保險 面對你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現在看起來又跟政府掛鉤在一起 請問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領不到保險該怎麼辦 我們理賠理不到該怎麼辦 然後現在政府就跟他們掛在一起 一直說我們要 透過不同的機制 零加七等等幫保險解套 我必須說 今天保險公司的確他會有擠兌問題 他的確有賠償可能會有倒閉的問題 但這個東西是政府 應該去幫忙他後續 維持這個金融的穩定 而不是今天跟保險公司聯手一樣 站出來說到此為止 你們這些人不能再領了 你們這個隔離 隔離是你們自己選的 隔離你們自己衰 然後不要再出來領保險金了 我覺得這保險公司跟政府 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會覺得人民很可憐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大公司大餐團 還有一個大政府 然後呢我們在疫情期間 為了保護自己買這些保險 到最後卻不能去兌換 不能去兌換 那請問呢 我們為什麼當初要花這麼多錢 去買這些保險呢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